我 那真是你爸 不是啦 他爸怎么能这么跟他要钱呢 肯定不是 不对啊 你别乱问哪 不都是 你是干嘛那么说 他就是我的旧鬼老爸 所以你们说 我不争取 不努力 行吗 我养得活他吗 我知道你们 都觉得我很有心机 我很失灵 可是 我不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你们 别哭了 欠你哦 你一定觉得 我很讨厌对不对 怎么会 很可爱 你很可爱 是啊 很可爱的 对啊 可爱就是 很可爱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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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把手快捆着走呢 谢谢 喂 小慧 是周五吗 有空有空有空 老同学难得聚会 我当然会赶过来 你最好准时出现哪 如果你晚了你就亏大了 小玄说她一定会来的 这小玄 她说她一定会过来吗 行了行了 我不跟你都说了 记得一定要早点到啊 一定 你在这里干吗 我在 我坐在这里看星星啊 看星星 对啊 可是今天阴天啊 你在哪里看星星 对啊 说真的 你是不是很想离开我 随便说说你当真啊 不管我当不当真 你都跑不了 嘿嘿嘿 嘿嘿嘿 这个呢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没有抱任何的希望 你的意思是你跟我在一起 一点也不开心 我看起来像是被虐狂啊 我真的那么过分吗 我真的那么过分吗 那其实也不是啦 我现在该谢谢你 你让我知道原来人类的极限 无限大 我也没想到我自己可以坚持到现在 我还真的蛮佩服我自己的 你 笨蛋 实话跟你说吧 我已经想好了 等这次乐活周的活动一完 我就放了你 真的 当然是真的喽 然后我让英杰哥安排你到十代公司去上班 那 毕竟 你有你的理想嘛 我不可以耽误你的 我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我离开了以后谁照顾你啊 谁照顾我 你管那么多干嘛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可以搞得定 我很困了 睡觉去了 晚安 晚安 你现在还是我的助理啊 你不帮我洗脸了 等一下 你又来啊 我的项链呢 我的项链呢 小小姐 你不舍得取下这条项链是吗 怎么办啊 不如把这条项链当成手链 戴在手上 你看怎么样 谁啊 我下车的时候还有呢 会不会下车以后掉了 天哪 你оч 她那一样 你不想不能干吗 你不想干嘛 你不想干嘛 年轻的 夏天 你不想搞掉啊 你不想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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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不错 好像不错 当然不错了 张嘴 两天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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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啊 才两天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才两天 我们现在正在热恋爱 怎么叫才两天呢 两天不见如隔三秋 那些相隔两个城市的 甚至两个国家的 他们怎么办 要去死啊 管他们干嘛 我只要和我喜欢的人在一块儿 就好了啊 吃完饭 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 现在外面下着雨 我们就这样聊聊天也不错啊 好 跟你在一块儿怎么都行 千牛说 小夏这一次 还是可以担任乐活周的 第一趟执行耶 是啊 还多亏了千牛呢 千牛为了帮小夏 天天去找那个金老师 天天找 天天找 那你又发现 最近那个金千牛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就是 就是 小夏嘛 你说千牛和小夏 是 我觉得千牛想吃天鹅肉 不可能啊 因为 小夏是英杰哥的女朋友啊 英杰是千牛的好兄弟 也是啊 再说了小夏把千牛整得天天 死去活来的 是不太可能啊 那你太三八了 你才八卦 你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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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佳梅好 人好 脾气好 长得漂亮 主要是对我好 你觉得呢 你老是 你好像还忘了说 沈家梅很性感吧 是啊 很性感啊 很性感吧 很性感啊 很性感啊 很性感吗 你干嘛呀 你干嘛 你干嘛都特别我 你干嘛都特别我 是不是 是不是 有的 有 元夏月 帶我們進去吧 你要找 我們明天再找嗎 你到底去哪裡了 去哪裡了 走開了 這 還是在這邊 小心啊 到底去哪裡了嗎 好好接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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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冷靜你好不好 這雨這麼大 我們怎麼早都找不到 媽 你明天再找 一會兒你接著進去 你知道感冒怎麼辦 不可以 你知不知道他對我有多重要啊 媽 你聽我說吧 我幫你找好不好 我幫你找 我一定幫你找吧 進去 進去 進去的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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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谢谢 不知道在妄想什么 只告诉自己爱命令 你总会看到我 在某个时候 来 天哪 三十九度 你再烧下去遍体半烧了 那你要吃海鹿还是牛肉 还开玩笑啊 当然吃药了 给你找个药吃 应该是这瓶吧 没错 我来吧 我来吧 没事 我来了 给 水 照成这样子 去医院吧 不用了 去什么医院啊 那连那点小雨而已啊 反正睡个觉 没早起来就没事了 你最好明天就好 再嘴硬的话 你放心 我金钱牛是什么人啊 没有容易被打倒的 那 你赶快回去休息 我不回去 你赶紧闭眼睛 闭眼睛 我先休息就好累 我相信 我相信 当我在你家门口 下雨了 你看了也会难过 我相信 你不说话的时候 也是一种 其实你在回应我 虽然不曾说 相信你曾在懂 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 我不真的难过 不知道在高兴什么 你的笑容 有时候也宁可 当作你在为我加油 不知道在妄想什么 只告诉自己爱命令 你总会看到我 在很久以后 留在你身边的是我 会陪着你 天生 天生 是我 小鲜 小鲜 我怎么会做这种梦 我是不是伤坏了 不烧了 不烧了 你不烧了 八点半了 该起床了 起床了 金千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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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 八点半了 八点啊 起来了 你都没有叫我啊 干吗干吗 你应该你叫我的 走 葭董 早 早 真的很好啊 牛奶也好了 你它汗好了 来 热了 牛奶 回来 坐下 发烧感冒 以后不能得 长颜未言 懒尾言 在没有我的允许下 也不可以得 是 领导 我下次绝对不会再得了 下次不会得 可是这次你犯了错误 你说该怎么惩罚你 我的意思是 我以后不会再感冒了 请你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 对不起啊 我这次真的不能原谅你 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你 喂 新武器 介招请你哦 等一下 等一下 干吗 你的手 我的手 甲板呢 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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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可以把它给拆了 昨天晚上明明还有的啊 我不拆怎么你毛巾给你付额头 我不拆怎么拿手为你吃药 我不拆你的病今天怎么可能会好啊 我饿了 我饿了 这个手要 不疼吗 我不疼吗 好吧 就这样 医生 真的吗 这就可以了吗 真的没有问题了 真的假的 这个胎育比预期 好得太多太多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自由的感觉真好 你确定你真的 没有哪里不舒服了吗 你感冒还没好啊 没事啊 就是靠一点点吧 我可以了 好吧 那让我 把你身上的残留 全部禁住掉 什么 什么 你去哪儿 没事 起来 可以休息一下 不行了不行 来 可以不休息一下 我想我的病已经都好了 怎么你的运动细胞 还不如一个小学生啊 起来 你手不是也才刚好吗 而且我们从刚刚打到现在 已经打了三个小时了 等一下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走红毯了 你还化妆呢 我们先走了 啊 来不迟到了 只有半个小时化妆就够了 再来 还来 小姐 你好 小姐你好 你好 希望我身上好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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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好 这次我非常地开心 参加这次的服装秀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 好 谢谢 小姐 你好 您这次好像是很满意吗 对啊 当然很满意 那您对未来看 不要 不要 请问一下 首先很开心能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为了举办这一次的乐活周呢 大家也都做了很多的准备 那希望这次呢 可以举办的非常成功 把非常漂亮非常fashion的秀 带给各位 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来到乐服时装公益秀 有请乐图之星洪小夏小姐 有请乐图之星洪小夏小姐 谢谢 estos 好 好 小夏 冷梦 那小夏呢 小夏去洗手间了 马上就回来了 好好好 不好意思 findszone 你们坐一下 等一下吧 那我等一会儿 佳美 你看这谁 你好 林总 佳美刚好在 你们聊一聊 这样吧 我去叫一下小夏 好 稍微等一下 聊一聊 聊一聊 麻烦你 麻烦你 林总 你今天也来啊 这个花好漂亮哦 谢谢 谢谢 林总 你觉得我刚刚表现得怎么样啊 哪有 就是我上次跟你提 那个女主角的事情 不知道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跟那个你们的张总 在洽谈这个事情 有结果就通知你啊 好 不如待会儿说完了以后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林总 外面有一座媒体见面会 我现在需要你马上过去 你跟她说一下马上过去 好 行 那你先帮我拿一下 你跟张总说一下 我媒体见完之后 我就过来再找她 好 谢谢啊 佳美 林总呢 她方有一个媒体采访 先出去了 媒体采访啊 这给小夏的嘛 对不对 你拿着干什么 对了 对了 小夏等一下出来 接下来找我们 好 小夏 你到底在生气什么 你凭什么嘛 佳美 佳美 既然你都听到了 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 你知道我为了这一次的机会 我有多努力 多认真吗 或许你觉得你比我优秀 虽然什么机会都应该属于你 可是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上 是因为你有马英杰 你有时代集团为你撑腰 不然你童小夏什么都不是 我倒想看看你 没有了马英杰之后 你童小夏还能得益成什么样子 这里是公共洗手间 很多的工作人员会随时进出 你这个样子你不觉得很难看吗 你还愿问我怕什么难看 在这里谁不知道我沈家美 有个酒鬼老爸 我从小家境不好 我妈很早就离婚再嫁了 我拼了命地努力 拼了命地赚钱 我为的是什么 我为的是 我要改变我自己的命运啊 你知道吗 再过一年 再过一年我就二十五岁了 接着我三十岁 四十岁 我会变得又老又丑 到时候 可能比现在还可悲呢 我知道 你们都把我当小丑看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把我当做小丑 家美 我很认真地告诉你 你在我心里 从来就不是个小丑 我挺欣赏你的 我觉得你很努力 很上进 你心里藏了那么多的话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还有 你想别人尊重你 就必须要自己先尊重自己 你别在这里讲星星 这些话我不想听 家美 我告诉你 我看你的小夏怎么跟沈家美的衣服换了 不是小夏吗 这套衣服不是应该加美穿吗 为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金老师 您先别生气 听我跟你解释 因为我觉得 最后那套压轴的服装 沈家美的气质 会比我更合适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地 跟她调换了一下顺序 你知不知道 英杰和千牛 为了你参加这个活动 出了多少力 怎么可以就这么简单地 把这个机会 让给了沈家美呢 你 我知道这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机会 也知道金老师很器重我 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但是我还是觉得 家美她会比我能够 更好地诠释您的作品 所以就让给她了 我相信她 相信她 明真 zost家 紫园 yeah 我也不愿意 念 ified 妈 斌 写 写 有请今晚的压轴嘉宾 沈佳美小姐 我说过 我才是今天的主角 沈佳美 你真的太棒了 你是最美的 你是最棒的 这像是你的人生另一个种决定 明天过后 你的机会就会源源不断 电影 电视区 广告代言 金像奖 金老奖 奥斯卡 不会吧 你也是 忙了一天了 也不累啊 怎么会不累啊 只是我不想回家 因为只有在晚上才可以这样自由自在地走走 喂 你手好了也不告诉我啊 因为我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不过今晚真的很成功 你很美 很漂亮 谢谢 谢谢 怎么感觉你有心事的样子 我能有今天的成绩 真的很谢谢你 干吗 这么减弱 你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不都是靠你自己啊 干吗要谢我 想想 这样一路走来 一直都有英杰哥的陪伴 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们身边的朋友应该都是这样想的吧 好吧 就别胡思乱想了 其实 我是很喜欢我这个职业的 也在很努力地去当一个优秀的演员 我想多演一些 观众喜欢的角色 让自己的生命 能够有价值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觉得自己很累 好像已经厌倦了这个圈子的竞争了 今天真的很不像你啊 原来我一直以为 你好歹也是半个工作狂吧 对工作超级有热情的 你爱我吗 那当然 结婚吧 什么 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结婚 不愿意啊 不愿意没关系啊 但我没说 不 我当然愿意了 我一千个一百个愿意啊 不过求婚这件事 你应该由我来提出吧 怕得我会找一个 合适的地点和场合 你不是在逗我吧 你不是在逗我吧 不是在逗你啊 那我可是当真了 天哪 这真是太突然了 你不是跟我说过 你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结婚以后 回想你的事业和工作吧 女人呢 就是这么善变 你们男人呢 太认真了 我说过 我是在逗你了 所以呢 你不要再当真了 现在我有点困 我要回家洗澡睡觉 喂 那我可是当真了 就是腦子的担包 我觉得 … 啊 牠 牠 牠 你来了 事实上是因为你有马英杰 你有时代集团为你撑腰 不然你童小夏什么都不是 你爱我吗 那当然 结婚吧 真的是你自己要提出结婚吗 童小夏 你在干什么 疯了吗 怎么可以那么不负责任的 就随口提出结婚 你爱迎接客吗 嗯 真是的 喝杯热奶茶啊 谢谢 好了 终于一切都忙完了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你说 如果我不当艺人了 会怎么样 如果你不当艺人呢 那就是失业了 那如果失业的话就只能待在家里 没事可做 或者是跟我一样啊 做一个自己不想做的工作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 如果我不做艺人的话 我可以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咖啡馆 再或者我可以开一个婚清店 那岂不是天天都要沾喜气啊 听起来就很开心 说起来容易啊 做起来可不见得那么简单 为什么 倒也不会了 好 你有英杰哥啊 你可以回去做你的 嫌弃粮吗 为什么我的生活里 永远 都离不开英杰哥上个字 那是当然了 你们是 男女关系嘛 又是亲密爱人 很难不让人家联想在一起 那你呢 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说呢 我说 我可是把你当成 我最亲信的人了 我是现在距离里最近的 聪明 喝奶茶喽 你们来啦 你们来啦 一块聊 哈啰 欢迎上帝 欧阳 好久不见 曾沫 给你介绍个老同学 汪阳 汪阳 你忘了 当时我们学生会的副主席 高二三班的 对 你好 你好 曾沫 好 您好 好久不见 是啊 坐坐坐坐 什么你想想 听小玄说 你们帮的高中同学聚会 我想你们帮的人 我大部分人都认识 所以就跑过来做个热闹 你们都不会介意的吧 哪儿的话 欢迎欢迎 对对对 你当时是那个学生会的副主席 那咱们班这波同学 你应该都挺熟的吧 大部分的都还记得 我还怕你把我们忘了了 想当初咱们在一块儿玩 天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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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呢 咱们毕业之后好像都没有见面了 我听说他现在在那个日本读 博士 对对对 瞧你这记性 怎么想起回来了 你可不知道 现在所有人都跑到中国来 我有什么理由不回来呢 你看看你们一个个都做得那么好 想明白了 手都回来了 国内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我听说老爷子做那个企业做得不错 你是不是回来 帮老爷子一起做啊 男人嘛 自己创世音 干吗跟老头子混在一起呢 我跟我爸的观念想法都不太一样了 对了 我最近在找工作 大家可帮忙留意留意啊 你找工作 我世伸找不到工作 怎么可能啊 对啊 那你想找什么方面的工作 我现在在做网络游戏 我觉得这个行业 在国内还是挺有发展的 网游 小飞啊 前两天你跟我说的郑小璇 她的网游公司是吧 对呀 小璇呢 张小璇呢 是你们搬的那个郑小璇 对呀 咱们搬的搬花 记得吧 打纵情人 小璇 是不是这种女的啊 怎么这么惨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以前更漂亮了啊 小璇啊 小璇啊 咱们每次出来都是一个人啊 男朋友呢 我们小璇怎么会一个人 你看小璇 又漂亮又能干 对吧 小飞 小璇 好久不见了 你怎么这么漂亮啊你 小飞啊 赶紧介绍一下呀 对对对 小飞 来 你看 这是谁 还记得我吗 记得吗 汪洋 高二三吧 那个 我以前暗恋的那个 汪洋 对 学生会的 对 以前我们还做过前客后桌 想起来了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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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刚回国 我说我没有聚会啊 就把她拉过来了 这么优秀的男人 她快得提前给你介绍啊 没 小飞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呢 你给我介绍你自己怎么办 小璇 这么多年不见 越来越漂亮了 真没甜的了 真不满 好了 好了 我们吃饭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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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就这儿 小璇 不好意思 这么晚的还要让你送回来 没关系 你们男生都喝了不少酒吧 我只是顺路而已 可是我总是搞不明白 喝酒到底有什么乐趣啊 也不是爱喝酒了 总觉得这样的聚会 不喝点酒 有点不太尽兴 可是我们女生不喝酒 也挺尽兴的呀 所以说嘛 这个男人跟女人是有区别的 那好吧 我先走了 你早点休息 真没想到今天会见到你 说明我们挺有缘的 行 我先上去了 开车小心点啊 拜拜 拜拜 小璇 这段时间要是有空的话 抱联系一下婚庆公司和旅游公司吧 怎么了 决定向小夏求婚了 我们认识也有三年多了 对对方也很了解 所以我在想 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话 结婚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好好策划一下 我一定要让小夏 有一次最难忘 最有意义 最浪漫的求婚 那这件事情 你告诉董事长了吗 还不知道 我只没过两天 正审跟大家谈一次 我想我妈 应该会为我们高兴吧 她对小夏的印象一直都很好 要不然 也不会一直让小夏做代言人 对了 彩虹岛的合约 我已经发给张勇了 她知道 这是我们时代集团的终点项目 所以呢 她会极力说服小夏 继下这个工作的 你找我这么急 什么事啊 快说 我可是从研究院里面溜出来的 人要是永远长不大 永远像小朋友一样 无忧无虑地过生活 应该有多好 你今天怪怪的 受什么刺激啊 你喝什么 我喝咖啡就好了 你真的英杰哥提出结婚啊 我当时脑子一热就说了 你们大家不都觉得我应该嫁给英杰哥吗 你们不都觉得我有今天的成绩是因为英杰哥吗 再说英杰哥确实对我挺好的 但是小夏 但是小夏 结婚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真的想好了 你可以跟英杰哥结婚了吗 你不会这一时冲动吧 冲动也好 不冲动也好 我倒觉得结婚这种事情就是应该冲动 否则有谁愿意去走进这个围城呢 但是 你不是一直把英杰哥当哥哥看吗 你这样子 你们可以走一辈子吗 我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 好像这一切 都不应该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 忘记一个人 也许最好的办法 就是喜欢上另外一个人